时隔五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因法国总统马克龙邀请再访法国,礼宾列队,铺设红毯,总理接机。 此次法国不仅以高规格领域迎接习主席的到访。 在访问期间,马克龙还选择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上比利牛斯省的省会塔布来接待习主席。 专家表示,高规格领域彰显了法方对此次会晤的重视,近距离外交巩固了双方的互信和友谊, 释放了法方盼望两国进一步合作的积极信号。 会谈期间,双方就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双方还发表关于中东局势、人工智能和全球治理、生物多样性与海洋、农业交流与合作四份联合声明。 专家认为,中法两国在解决全球性挑战,避免集团对立对抗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政治方面,中法两国在解决全球性的危机,重大热点问题上, 以及人类发展和国际关系改决演变在方面,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相同性。 我觉得在这个背景下,应该说中法领导人表现出希望继续合作的强烈的意愿。 务实合作历来是中法关系的关键词之一。 此访中,两国务实合作进一步深化,双方签署了多个领域近20项双边合作文件。 不论是在金融,在交通,还在这个绿色发展等方面,中法都达成了多项的合作合同。 法国的企业在华也是生根的,它的经贸和投资增长也是可观的。 那么未来我们都是有很大的合作空间的。 如果我们能够从历史中汲取到正确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之道, 都使经贸合作过分的政治化和安全化。 我觉得中法间的互利共赢的局面是可以继续拓展和升华。 在中法建交60年之际,此次元首外交如何为新时期的中法关系拔堕。 专家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双方应该坚守独立自主相互理解, 高瞻远瞩,互利共赢的中法建交精神,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这四个词呢,事实上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让这样的一个精神有新的时代内涵,相互理解。 那事实上就是打不打新领战的问题,那其实就是要包容不同的文明, 不同的政治制度的这种和平的相处。 只要中法继续沿着我们建交的精神, 带动中欧关系,继续回到互利共赢的合作道路, 我们推动普惠包容全球化。 我们就不会走向脱钩锻炼。